25日浙江卫视官宣 中国好声音暂时停播 将要进行调查 让无数网友为之雀跃 一直为李文发声的珍妮 也再度发声 表达了自己的喜悦 对于中国好声音 暂停播出的原因 有网友猜测是因为舆论过剩 导致股价暴跌 无法承受 因此只能暂停播出 从8月17日李文控诉 中国好声音的音频一曝光 星空华文的股价便快速走低 截至收盘该公司股价大跌 17.89% 报54.600港元 这较8月17日的收盘价 124港元每股 已跌去超过55% 但知情人士透露 中国好声音真正停播的原因 实际上两位导师坚决要求退出 不少网友都表示附和 称薛之谦肯定和主办方闹得不愉快了 基本上没多少镜头 还有人也表示薛之谦明显窝着火的样子 众所周知 薛之谦性格搞怪 爱开玩笑 但对音乐却十分执着和认真 早年在明日之子 忠便利排重男支持毛不易 这才有了冠军毛不易 这次薛之谦在中国好声音 中镜头虽然不多 却也揭开了一些黑幕 在节目中 薛之谦问一位选手 知道我们在背后干嘛吗 对方尴尬地笑着 随后薛之谦表示 我们在商量谁转 就这么一句话 观众便洞悉了节目组的黑幕 有网友质问 什么时候导师转身 还需要商量了 还有网友表示 早就觉得薛之谦在 中国好声音中的表现很不对劲 他明明是一位很有梗的导师 可节目中却很少有他点评的镜头 只有选人的时候 才有一些镜头 给人的感觉很不连贯 当初大家都以为是薛之谦不正常 并吐槽他不配当导师 现在才知道精华全被剪辑掉了 一位现场的观众也痛斥 中国好声音的剪辑 称明明看到薛之谦救了一位女学员 可剪出来 女学员却被淘汰了 这位现场观众质问节目组 怎么钱没给够吗 老薛那么多梗 被你剪的什么东西啊 还有网友到女学员评论区留言 对方也确认确实被剪掉了 在看薛之谦救人时 其他导师的反应 周华健给薛之谦竖了一个大拇指 表示对薛之谦的赞赏 潘伟博更是直接夸赞 刚才在我的余光里 你像英雄一样 之后 薛之谦安慰学员 称他实力很强 其他导师之所以不转身 是他们只是有压力 为喜欢的学员转身明明 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为何周华健和潘伟博 却如此夸赞薛之谦 甚至称他为英雄 而薛之谦更说 其他导师有压力 又有什么压力 背后的答案不言而喻 对此 网友也大赞薛之谦 对抗资本的样子 很帅 除了薛之谦 周华健也被曝强烈要求退出 中国好声音 其实早在李文英平事件一曝光 便传出周华健要退出 中国好声音的消息 但经纪人却发声否认 或许是看黑幕越来越多 周华健忍无可忍 所以才选择退出吧 从8月17日英平被曝光 到8月25日浙江卫视的表态 中国好声音的停播离不开三个圈层的声源 其一 中国好声音 前学员的发声 率先站出来的李家杰和徐海星 声源言论虽然被和谐了 但值得网友们记住 事件的关键转折点在于当事人王泽鹏和周飞哥 李文生前音频曝光后 中国好声音 节目组曾发声明称音频是被恶意剪辑的 爆料者是不尊重逝者的行为 简单来说就是否认 在经历了严重网爆后 最重要的当事人王泽鹏终于选择面对 他发布的17多分钟的录屏 完全证实了李文那段音频的真实性 中国好声音的声明被狠狠打脸 至于周飞哥 他的发声的信息量虽然不多 但那句之后就发生了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也算是给 中国好声音来了一记实锤 赌上前途站出来的这两位新人 希望其他平台还能给他们机会 其二 娱乐圈多位艺人的声援 由于艺人公开发声不止关乎到个人 还有经纪公司 团队等 所以李文生前录音叫不省装睡的娱乐圈可以理解 但好在还是有珍妮、韩红、金星、杨培安、张伦索、刘亚瑟、海明威、韩佩全等艺人选择为李文勇敢发声 其三 无疑是广大网友们的声援 尽管这其中既有理性的声音也有一些过激的言论 但大家的出发点都是为了李文 为了不再出现下一个李文 为了中国好声音能给社会一个交代 中国好声音的停播 可能不仅仅是舆论压力的影响 还可能有金主、母公司股价、本纪导师等多方面的压力 但暂时停播终究算是一个好结果 中国好声音被官宣暂停播出后 在网上引发了一波迅猛的讨论 其中最知名的无疑是 环球时报 特约评论员的胡锡进 是全网影响力很广的时事媒体大V 自称也被称为老胡 胡锡进的言论之所以能上热搜 主要原因是他与大众唱反调了 因为他希望社会能允许好声音再站起来 希望中国好声音能有复播的机会 而且评论区的复译者一抓一大把 总结来看 胡锡进希望中国好声音能复播的原因主要有四点 第一 胡锡进认为中国好声音陪伴了全国观众很多年 第二 胡锡进认为中国好声音给很多新人创造了机会 成就了一批歌手 第三 胡锡进上价值了 他认为中国好声音出了问题就应该解决问题 停播未必是恰当的 整个社会倡导的总问题应该是把事情做下去 而不是有问题就半途而废 第四 胡锡进提到了保持宽容的价值取向 因为宽容意味着不断推动各种事物的纠错和完善 宽容是所有人的利益之所在 不得不说 胡锡进不愧是能被聘为《环球时报》的特约评论员 既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而且轻而易举引出了价值观 还得到了众多庸本的富裕 值得一提的是 胡锡进在阐述理由之前 前提是他相信浙江台会做出透彻的调查 对于这个笃定的观点 相信网友们见仁见智 毕竟 中国好声音 不仅仅是蓝台和灿星制播分离的节目而已 胡锡进这次的发挥依然稳健 但如果中国好声音 应该有复播的机会 那么芒果台已经彻底停播的 快乐大本营呢 是不是也应该得到被允许复播 确实 2012年开播的 中国好声音 是那于播出时间最久的选秀节目 堪称一代人的青春 而且受众 跨度很大 但 快乐大本营的 开播时间更久 首播时间能追溯到1997年 是一档名副其实的跨世纪的节目 而且是周波综艺 陪伴了好几代人的青春 作为一档选秀综艺 中国好声音也确实曾是新人们最好的平台之一 为乐坛输送了一大批优秀歌手 比如周深 张碧晨 梁博 袁亚维 吴莫愁 吉克俊逸 黄霄云 善一纯等 他们是华语乐坛中声代和新声代的有声力量 反观 快乐大本营 虽然不是选秀节目 但同样是娱乐圈很多新人被大众熟知的起点综艺 而且周星驰 刘德华 贝克汉姆 周杰伦等大咖的内地综艺首秀 也选择的是快乐大本营 如果说 中国好声音 成就了一批歌手 那么 快乐大本营也成就了一批艺人 当然了 在很多网友的认知中 中国好声音和快乐大本营的口碑都不好 前者被曝出了一个转身50万 某件男冠军是花3000万购买的等各种不堪利益关系 而后者曾被曝出快乐家族收礼 粉丝的应援物必须到节目组指定的商家购买等丑闻 快乐大本营的停播是其悄无声息的 湖南卫视以及节目组至今没有公开官宣过 众多粉丝们已经接受了这场无声告别 全新的替代节目 你好星期六已经在周六晚间黄金档站稳了脚跟 前者复播无望 那么 中国好声音 凭什么复播呢 如果浙江卫视还希望保留这个IP 或者说还希望搞选秀英宗 那么也不该是中国好声音这个名字 而应该自己另起炉灶 用全新的姿态和诚意打造一档全新的选秀 一档值得大众 导师以及选手们付诸热情的节目 好 好 好